時間已經到六點十三分了 講起蘇斯網近來的活動 聽他剛才這樣說 應該全部都花在演唱會 在後台上輾出一轉 沒什麼特別的 你晚上的活動 近來正常也健康了很多 什麼意思呢 我平常也不正常嗎 我不知道 上個星期我不是跟你說 有一位朋友來探望你 朋友的結果進來了 但是在此之前的一天 我在街上遇到他的時候 他首先第一句就問我 蘇斯網現在怎樣 他是不是晚上經常到家去 我說我怎麼知道 我說我怎麼知道 我又不是經常約他 我怎麼知道他晚上不是到家去 那你就不要那麼騙人了 你就真的說謊了 你騙人很壞 我都不眨眼了 你看我都不眨眼 眼水不眨眼都不眨眼 是呀 你經常騙人的 經常講完一些 假的消息 假的消息 就是發這個 蘇斯網其實也是很早睡 九點幾個小時 他又說為什麼要吵人睡覺 那我又不會這樣說 早上早上 就是明明你每晚都要約我去街 為什麼要告訴人 就是約不到 叫約不到那種 誰說 還沒排到我那種 誰說 那又不會 有輪到我嗎 試過 我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的 你怎麼不知道 這麼乖 近來的演唱會 這麼吸引你嗎 可以 剛才說回來 你說Paul Lanker演唱會 你很失望 為什麼會這麼失望呢 我真的 我不太明白 當時他來香港 當初我聽到消息 有個朋友拍手讚好 哇 Paul Lanker來香港好啊好啊 等了十多年了 我說你不要這麼歡喜廚 我說他一定收得很貴 我說沒有你那麼貴 我說沒有你那麼貴 我說不是啊 前幾年的文書 你收了四十萬 只肯來香港唱啊 這次你要看他 相當貴的 要這樣 沒理由的 結果後來跟我說 有一點點哭 等了十幾年 結果很夢想空 就給不起錢去看了 這樣吵 現在可以安慰他 不要看的 無謂破壞了你心目中美好的形象 幸好你沒有去看 是不是這樣說 我不會這樣說 我絕對不會這樣說 我相信有很多人看完之後 都會說 好耶好耶好耶 為什麼你說不會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是狂喜歡Paul Anker的話 當然是沒得彈 那狂喜歡畫質 他出來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我相信那天讚他 演唱會如果是好的話 都會是喜歡他 屬於那個年代的朋友 聽他的歌 如果真正正講他整個演唱會 那來說 那裡頭的各樣東西 比如燈 就已經看到你眼睛都扁了 那些燈很軟 那些燈很頑皮 那些頭髮得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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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為什麼不回家坐著他? 可能是,但以真正正來說 如果說他頑皮,就不會頑皮 他就盡量令你很滿意 新的,有舊的,有什麼都有 新的,有舊的,有 你最想聽的歌,他要唱兩次給你聽 這個人真的很失誤 很聰明,萬二分聰明 如果你說真的喜歡Paul Anker 喜歡他階時的他 你想去聽他階時唱的歌 得到了 他整晚都是唱四五首歌 手一首都聽幾次 那不是,你別說得那麼壞 他大方 幾乎唱,預備了幾首歌 你怎樣?是不是這樣 怎樣唱? 他很大方 你怎樣唱? 他曾經說了一首歌 他就自己 就這樣唱 挺好的 但如果沒有人跟他相比之下 他這個演唱會都會挺好 有得笑 想不到這個禮拜大家一起來 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譬如 Cliff Richard 和他都差不多是那個年代出身 各樣東西 我只能看到 Cliff Richard 是一個三十多四十歲的男人 在台上表演 我覺得他很厲害 Paul Anker 你覺得是一個 中年發福 中年發福都不得了 動都動都動不動 那你又不看你是Darker 有感覺到也是差不多 那這件事 可能,可能是也不行 我覺得最幽默的一套 就是當Paul Anker 在那裡唱一首歌 叫了很多次 他說你想聽什麼歌 突然間有一個人說 我想聽Old Carol 那我就突然 嘶嘶 Old Carol不是他唱的 是Nilson Darker唱的 我相信我們都令 國內那位朋友滿意了 FOR YOUR EYES ONLY 我們又播了 英文亦都說了很多 嗯 我又不知道 會這麼遠 都會收聽到我們的節目 小聲傳播得這麼遠 講起你 你晚上多些活動 我說較為少些 生活上可以說 平淡一些 我想有些朋友都會 腐臭 那些不是平淡 你很多之多彩嗎 多了 多多彩 晚飯完畢就是演唱會 演唱會 演唱會完畢就是又晚飯 哈哈 然後又睡覺又晚飯了 久不久又回來做一天節目 然後又晚飯了 又演唱會 又晚飯了 然後又睡覺又晚飯 又演唱會 連續六天都是這樣 我想問你 最高紀錄之前多少人睡呢 好像是三天 為什麼呢 那時候是三天兩夜 那時候 那時候是傻嘛 年輕的 不知道 即是不睡覺 那時候都是 不是喔 很年輕的 那時候只有十九歲 為什麼會不快 讀通宵書 預備考試 很難 我也知道是難的 我想給大家一個好印象 你應該認了他 不是的 那時候是什麼 就是剛剛考完試放假 我對於大家的好印象 就是這個是偽人 如果偶有很乖 即是很乖 就說謊了 說自己乖就說謊了 這個印象是壞劇 說謊給你 那時候為什麼會死頂呢 嗯 死頂 死頂 不是啊 那時候是玩嘛 玩就不是叫死頂 還說輸到嗎 輸到幾天不睡那樣 不是啊 那你就錯得不堪 不知道為什麼 三天才是很無聊之下 其實這件事真的 在很無聊之下 在很無聊之下 發生了這些事情 那當時有什麼消遣呢 那時候 好像那時候是有些遊戲玩的 是嗎 玩遊戲的 那時候最盛行的是什麼大富翁那類 不是吧 我們那時候剛剛開始玩一個遊戲 叫Risk 就是窄色玩的 就是好像打大仗 第三次世界大戰 你又吃過那些軍隊啊 是嗎 那時候這個色 都是人類最偉大 發明之一類的 那些色仔 是不是這樣說呢 那我們通常見的色仔是六面的 那就是招出來最多走六格 我有個新的發明 那些色仔面數比較少 有沒有機會呢 一會兒解釋給你聽 好嗎 好啊好啊 蘇小姐我還記得 就是上一兩星期 我們都討論關於電影的問題 那大家都同意了 啊我有一部電影 我都未看啊 你又未看啊 那結果呢 兩三個禮拜之後呢 我仍然都沒有什麼特別去 就是找些戲來看 找些戲來看 就是突然間那種很熱的那種熱情 探了 算了 就是隨便啦 實在看不看也算了 但是我那天 極力推薦那部電影 你有沒有看過呢 看了啦結果 好不好呢 幾好 我都沒有什麼介紹錯問 我看那時候 好像只有三百萬 上眼大鏡 好像飆得很快 是嗎 差不多好像九百幾萬 蛤真的嗎 有六百幾萬 真的應該歸功於 楊先生啦 楊先生啦 不知道那些廣告費 有沒有打完我的份數 是啊 真的啊 這樣啊 一找一口說出來 就有六百萬了 應該這樣的 就是有什麼戲 想收多些呢 就是廣告費那裏 報紙不用等我那麼多 想想一下電台 楊先生說 差很遠 我也相信是 對不對 老實說 給那些一百幾萬 又生收多六百萬 就覺得值得 是啊 跟著我以後 都是一個人做下去 都不會 你涉嫌這個貪污 你簡直是涉嫌貪污 我一定有份投資那部電影 我幾大都做了 就是冬主自己 炮那部電影有份 就是好戲嘛 這些是好戲來的 現在室外氣溫 就是涉市的十五度 而濕度就是百分之七十六 那 什麼 琴一 是 有件全世界最噁心的事 我做了 我做了一件真是很尷尬 只是昨天的嗎 很噁心 不是 昨天的嗎 特別做得好 特別做得 清心滿意 可以這麼說 我噁心得來 尷尬得來 肉酸得來 都不是很清心滿意 昨天真的做了三個A 我給自己 平時都是 通常只有一個A 我昨天只有三個A 但是有皇冠在頭 昨天吃了眼 吃完眼之後 就拿了煙出來 然後打火機 吃完眼了 我已經很少 很少機會 底下 忘記了我的煙 以及忘記了我的打火機 昨天 很壞不壞 所以不知為何 黑得有文有勞 於是 真的漏了打火機 又漏了爆煙 留在吃東西 一直都不快覺 一直都不察覺到 直知道 直知道 吃完眼了 回來電台 一下車 在電台門口 按一按 沒有煙 沒有 糟糕 不見了我打火機 這樣 接著 通行櫃 有袋子 有箱 甚麼都可以 沒有 當時整個人 非常彷徨 第一個想法 就是我旁邊的人 打電話去吃飯 問他們 當然 飛奔進來 黑進來 去到我們工作室 找電話 打電話 進去 剛才 是我來吃飯 幾個人來吃飯 我說 我遺留了一個打火機 你記不記得 是 不奇怪 你等一會 到另一個人 跟我說 我看見打火機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樣 你等一會 對 你等一會 結果第三個人來跟我說 他一拿電話 他就說 你打火機 剛才我們追出去 給你 我說 不是 我當時 立刻很生氣 心涼了 不是 我當時的感覺就是 不知為何 我有個感覺就是 你騙我 避起騙鳥 沒錯 你騙我 當時情形很生氣 我說 我們現在 五個人 吃眼睛 站在那裡 其實沒有 我自己說大話 五個人都站在那裡 五個人都說沒有 我說 現在是甚麼意思 我說 你不要吃了我打火機 你不要吞了我打火機 他說 我們不會的 我們人人都不吃煙 我說人人不吃煙 不代表 你不能吞我打火機 這樣 當時他的聲音很害怕 我的聲音越來越兇 你不要吞了 那說法就是 只要你家裡有煤氣爐 或者是有火水爐 就有機會吞人打火機 你這樣說 是不是 那怎麼辦呢 繼續 那我就說 我不理你 他說 不是 他說我們有個火機 剛才你們留了個打火機 我們馬上追出去 給回其中一個女生 我同一生 他說 蛤 我通街那麼多個女生 你隨便給一個 我怎麼知道你給了誰 我說我不理 那時候 你真是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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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我現在就下來 你那裡 尖沙咀 我現在就下來 你那裡拿回我的打火機 說完之後 昨天怎麼樣 有些後悔了 不,不後悔 當時不後悔 因為我實在太想找回 激動了 太想找回我的打火機 碰到聲音 突然間電話 然後聽到聲音 你上來吧 我說 哎呀 我來也算壞 我來也算壞 是不是你收了我的打火機 你上來再說 我已經知道 一上去我還不破口 大碼指著 見到人 我就罵了 我說有沒有搞錯 他就上去 我打火機 當然就在桌面上坐了 我說你神經病 我說我剛才 我多尷尬 我只是打開罵人 我說差不多 哎呀 什麼都說了 我說真的很壞 你們 好了 雖然罵完人 糟了 突然感覺到 糟了 我怎麼下台好呢 我感覺到很不好意思 雖然 最多頂佬 以後都不去那間餐廳吃 但我感覺到 有些不好意思 就是無故罵人 可能他們現在還在害怕 真的去找回打火機 其實我都應該下去 仍然嚇他 我還沒看到打火機 騙多一個 騙多一個 他說 哎呀算了算了 我不做生意了 我今天買回打火機給你 可能這樣發達也不行 我昨天又笨了 你的心裡真的挺浪獨 結果 後來 考慮了大概15分鐘 唉 死死地氣 死死地氣 我不知道怎樣去說 死死地氣 打電話下去 唯有把真實的情形 告訴他 我說 對不起呀先生 我說我剛才就是 找打火機那個人 我說我現在打火機在這裏 我說是其中一個女生 藏起來了 是啦是啦 黃色皮褲那個 黃色皮褲 我說是呀是呀 然後就是他了 我說不好意思 我說尤其是你跟我 說一聲對不起 就是 我剛才這麼久在電話上說話 是不是說完了 唉呀收不住 唉呀 感覺到唉唷 那你以後都不會去那裏 都是吧 會不會呢 都會的 不過 不會是最快的 將來 也不會留下打火機 以後都 那也不知道 近來 你們好像快一個簽名運動 是不是 剛才我回來有一大堆的唱片 那套 要找楊先生簽名 我想問那套 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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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獎品 我發覺 一張簽名也不一樣 有幾張 如果你發覺那幾張不同 有特別的獎品 有幾張不同的簽法 有幾張 我有一張簽一下 是嗎 手演 當你很慣性地去寫一個字 就是越寫你覺得原始 你不知道你有沒有事 是呀 是呀 譬如叫你寫 中國字 譬如寫一個酒字 是 越寫得多 好像不是 不是這樣的 一來就是越寫越酒樣 好像少少了些筆畫 越寫越酒樣 越寫越鳥 越寫越鳥 昨天簽簽一下 突然著了一聲 啊 我寫SUSI 我不知道寫了G字出來 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 是很噁心的 我也相信 然後呢 糟了 那怎麼埋尾呢 啊 怎麼埋尾呢 還是寫了 Jeezy 不知道 寫了Sugo 我真的寫了Sugo 那我跟著 怎麼收場 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 他剛剛只有五十張 沒有五十一張 即是沒得錯的 沒有NG 還衰在 就算是 不要緊 最多頂籠拿我自己的一張出來 是 但是呢 我之前呢 已經有三個人簽了名 那怎麼叫那三個人簽呢 又不扮得他們簽呢 對 那於是 算了算了 其中一張 就是Sugo 如果你們得到 Sugo王 這個獎品 有四十九個是Suzi王 其中一個是Sugo王 錯 錯體來的那張 那張錯體都不得了 但都是我寫的 即是如果你們有字的風套 你會發現 好像沒有頭髮 開始邁向成功了 是吧 那這件事 其中有兩張我填在頭髮上 對 陳中 蘇小姐 三個時間 會去到這個 一二三百場館 你不是做直播那位 你去看 陳小寶做直播 你真的有福 你不用開聲 只是聽她唱歌 你有福 不過有一件事 要在這裡交代一下 正有三 預祝你親上快樂 謝謝你 好了 明天我們會同樣時間 年青 明天你跟我交代一下 今晚的演唱會 好 年青的朋友 明天我們仍然是五點鐘 接著五點見 待會我在QE 如果你有去看的話 我們會打個招呼 如果你是沒有買票的話 記得在收音機裡聽 八點鐘